嗨 大家好 我是May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今天呢 很高興的邀請到Kendis 大家好 我是Kendis 那今天我們兩個呢 要一起來挑戰 居家雙人15分鐘 繼續加油 那今天的整套運動呢 不用任何的器材 我們只需要自體負重就OK 還有一個好夥伴 以及熱愛運動的心 那廢話不多說 跟著我們一起挑戰吧 那今天這組居家全身性雙人運動 總共會有15個動作 每個動作40秒 休息20秒 第一個動作 會是一個人深蹲 另外一個人做抬膝跳 深蹲的人持續停留在下方 感受到臀腿的發力 兩手向前的延伸 讓對方輪流的抬高膝蓋 碰到掌心 還有20秒 這時候你的心力會開始提高 不要慢下來啊 你可以激逼你的好夥伴 加油 然後倒數5 4 3 2 1 休息20秒的時間 待會兒兩人輪流 一樣是一人做深蹲 另一人做抬膝跳 你可以依照對方的船類程度抬高 或者是降低你的雙手 最後的10秒 重刺 重刺 6 5 4 3 2 1 非常棒 做一個動作 啟動我們的核心肌群 兩個人從瑜伽墊的底部 用兩手爬到平反的位置 兩個脊掌 兩個交叉腿圍一下 可以用拳頭碰觸對方 接著直接接兩個交叉腿扭轉你的核心 兩手爬回大口的吐氣 反覆這個動作 在出拳跟抬腳的時候 穩住你的核心 不要讓你的骨盆翻轉 加油 進入到休息時間 預告一下下一個動作 兩個人面對著彼此握著對方的手 組停頓深蹲跳 接著換手 兩個人的節奏要保持一致 頓個兩下之後直接跳起 跳起的時候 給我一點爆發力 重心一樣維持在下方 感覺到臀腿的發力 最後的十秒 基於你的好夥伴加油 四 三 二 一 肥重頭 下一個動作一樣保持面對著彼此 兩個人維持一點距離 手握對方的手 我們要做的是單腳硬舉 上身前傾的時候 後腳順勢的也抬高 接著穩住核心收回後腳吐氣 那我們一邊做二十秒之後 直接換腳進行 倒數三秒換腳 二 一 換另外一腳進行 看你的好夥伴默契要夠 兩個人的核心都保持穩定 不要亂晃動 加油 最後三 二 一 非常的棒 下一個 看你的好朋友背靠背的做深蹲 這也是一個考驗我們下肢肌耐力的運動 預防 到有幾個 一 我們兩人可以手勾手 背靠著彼此 盡量我們的大小腿是前向九十度腳 被摸了 如果失敗了沒關係 我被摸了 可以再試一次 来最后再撑个10秒的时间 大腿前侧非常的有感 5 4 3 2 1 下一个动作 一个人会做平板的轴撑 另外一个人做坐姿卷腹 向上向下的穿过对方的身体 来倒数10秒钟 6 5 4 3 2 1 休息20秒 待会儿两个人兑换动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穿过对方身体的时候 感觉到腹部的完整收缩与伸展 加油 激励一下彼此 最后十秒了 五四三二一 下一个动作两人仰躺在瑜伽垫上 两脚勾着彼此的脚 做仰卧起坐起身的时候 给对方一个击掌 开始 那在做仰卧起坐的时候 肩颈不要太过度的发力 主要还是唤醒我们的腹部肌群 用腹部来带 击掌 加油 最后的十秒 三二一 下一个动作 一个人先抬着对方的脚 做了一下深蹲之后 另外一个人从平板 抬起手 轮流的抬手 反复这个动作 深蹲的人请务必固定好对方的脚 那在做平板抬手的人 腰部千万不要下沉 拱住好我们的核心 稳定住之后 稳定住之后再做抬手的动作 如果你觉得抬手太难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就撑在那边 做平板的撑地就好 快结束了 倒数五秒钟 四三二一 接下来两个人 交换动作来进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非常的棒 你和你的好伙伴 已经来到训练的75% 待会呢我们会做侧平板的击掌 我们两个人一样先从平板的撑地开始 面朝彼此做侧平板停留 接着换边 背靠背击掌 记得和你的好伙伴 速度是要保持一致的 倒数十秒钟的时间 你们一定可以做到 六五四三二一 恭喜你来到今天的大魔王动作 也会是我们动态训练的最后一个动作 双人的波比跳 一个人平板 一个人做波比跳 所以我们先从轴身的平板开始 接着向上波比跳 往对方的身体跳过去 跳回来 重返这个动作 跳过去对方身体的时候 记得小心不要用脚K到对方的身体啦 最后的倒数 七六五四三二一 接下来会是伸展的部分 待会我们背对背 做弓箭步的拉伸 右脚前 我们的后脚穿插着彼此 接着两手背对背的 握着对方的手 向前的拉伸 伸展我们的髋关节 还有我们的胸背 接着我们换脚进行 20秒的时间 这时候也可以调整自己的呼吸 倒数三二一 下一个直接来到手拉手的大风吹 面朝着彼此 拉开对方的筋 轮流地往前往后 做大腹吹的动作 可以顺时钟逆时针 最后三二一 结束今天的训练 揚醒你完成了 完成了 哇好累哦 好累哦 Candice 你觉得整套运动 哪一个动作最难的 我觉得最困难是 这个背靠背身 我一开始以为是半能够住 但我后来发现 那不是半能够住 是你整个身体都平在那里面 对 所以我也很想知道 到底有人一次可以挑战完成了 也可以在下面跟我们分享 那我自己觉得最困难的就是 我跳42分 对对 因为我发现Candice的屁股比较巨大 所以我抢过去的时候 要用全能力气 然后把我自己这样跳过去 不好意思哦 那如果厉害的Candice 有成功挑战的话 也欢迎在下面留一个 强壮的手臂还有FIRE 然后跟我们分享 你觉得最有挑战的动作是哪一个呢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 我们再见 谢谢Candice 拜拜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